谷掉了有9档的个股最多分别 包括了2204的中华汽车 9933的中顶 2448LED龙头 金电 3189在附近基板当中的景硕 1802玻璃当中的龙头个股台拨 还有3673触控龙头FTPK 以及在航运股当中 包括了2606散中的域名 以及货柜当中 有2615的望海跟2609的阳明 而这次唯一获得了MSCI全球指数 新增进来的成分股号顶 不仅在上周五本身是大涨了30块半 也就是涨幅有6.94%上演了庆祝行情 而看下同样被新增 纳入了MSCI全球小型股指数成分当中 6452的FCOUNYAL也是同步的收红 并且带动了新药股的走高 特别是4180的安城药冲上了涨停 而另外看到台威体 智晴以及基亚也都是攜手攻高 成为盘面上最为亮眼的族群 而另外一个焦点是正所说的修正案 没有能够完成三读 在上周五的盘中引发了一阵的急杀 尤其全只股变脸翻黑 拖累了大盘 重挫将近有百点 那么其中呢 在这次的权重 获得调升最多的2317的红海呢 增加的权重达到了0.3个百分点 但是股价却没有受到的激励 只有在平盘上下震荡那么中场 甚至是小跌了0.3元 2330的台积电呢 看到10月份营收 大逆转创下了单月的次高记录 但也随着大盘呢 走跌了1.81% 还下探了半年线了 2454连8颗10月份的营收虽然说是暴喜的 但是股价却在突破了5日均线 见到了277块半的盘中高点之后呢 出现了反转下沙 收盘错跌了2.39% 而3474怀尔科10月份的营收 年减33.71% 股价呢在上周五是重摔 超过了有7% 一口气失守了包括了绿色的这条月线 以及在下方咖啡色的半年线的大关 而面板双虎包括了友达群创呢 因为遭到了外资的看衰 股价是连昧的探底哦 而不过具有转机题材 或是法人持续加码的中小型股呢 表现是相对的强势 包括2345的智邦 3596的智义 2425的乘起 还有8422的可宁卫 加上了4947 F昂宝都是逆势走高哦 而传长的各大类股当中呢 则是以波淘 还有汽车类股的跌幅最为沉重 都超过了有3%的幅度 而整体上呢外资上个礼拜五在集中市场 又卖超了116亿